現場喊話的是上百名人質家屬對於政府營救人質不利 已經失去了耐性干擾那坦雅胡的談話 那麼消息指出埃及政府提議 哈馬斯放棄加薩地帶的權力以換取永久停火 還有分階段的釋放人質來協助巴勒斯坦 來建立專業政府治理還有加薩跟西岸 但是這提議被哈馬斯給打了回票 加上以色列堅持靠武力來自救 目前還被挾持在加薩的129名人質命運 更加的不確定